除了新冠肺炎 另一个世纪瘟疫波拉病毒 在西非国家迅速慢点 几内亚和中非钢果民主共和国相继沦陷 为了阻断感染链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从上个星期开始 陆续在爆发疫情的钢果 东北部城镇启动疫苗接种 钢果的北极五省 是在2月7号发现第一名确诊者 截至目前已经有四人感染病毒 其中两学人死亡 这次接种疫苗 采用环形策略 为爆发疫情的地点和促群 接种疫苗 目前疫苗足够供应 16000人注射 世卫已经对钢果临近的6个国家 包括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 马里等发出伊波拉预警 5年前伊波拉病毒 在西非夺走了上万条人命